中国这个变化也很快 全球都面临生物端性丧失的取势 除了他丧失可怜或者是不道德之外 其实对于我们的人和我们的经济 也都有一些风险 有的人说要环保还是要经济发展 这个环保要做不好的话 我们也都是白忙了 经济所取得的利益 以环境来作为代价的话 未来你需要偿还的可能会更毒 对 世界经济论坛就出了一个数据 全球的经济实际上有一大半 最终还是依赖于生活端性